本来坐公车就可以 cover掉这个钱了 但现在要多花一千几百块钱 真的是没办法 昨天有多嗨 今天就有多打脸 发现人家那个车只有在 周六周日才运营 今天是没有的 今天是周一 一大早起来路上还很安静 不过今天天气真的是 挺好的 从小巷走出来 顺着这条大道 一直往前走 应该就可以到高松港了 今天要从高松港坐船 去小豆岛 对面这边可以看到 他们的路面电车 琴电 然后这一站叫高松筑港 所以如果说是不走路 也可以坐这个 路面电车到高松筑港这一站 然后下车往前走 就是高松港了 刚看到车里没有很多人下来 乘船的码头 这边呢 其实它是 有这道小豆岛的 高速船的乘船的地方 如果是一般的 普通的船的话 还要再往前走 眼前的就是 赖湖内海了 现在刚好有一艘船 在进港 看起来 等下要坐的 好像应该就是这艘船 这边到小豆岛来 这边是售票的窗口 下一班到小豆岛呢 是九点钟 土庄港 基本上看起来 时间的话 一个小时 两班左右 差不多半小时 左右一班吧 等下要坐的 就是这两船了 本来想买点吃的 但结果什么吃的都没有 只能买一个 先买一个饮料吧 喝一口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要上船了 船档还挺大的 而且还挺凉快的 乘客不是很多 中间这边有一个小卖店 可以买些吃的 热食的话 还有这个乌冬面 然后还有这种饭团 章鱼烧 点了一个乌冬 刚刚好像还没什么人 但是好像突然上来了一个 台湾来的旅游团 所以 一下子人多起来了 热闹起来了 最后选了一个 四百五十块的这个 海带的乌冬面 香川县的乌冬面还是挺有名的 乌冬县嘛 在日语中指 狭窄的海峡 而内海则是指其位于陆地之间 赖湖内海位于日本本州岛 四国岛和九州岛之间 被认为是日本最重要的内海之一 其作为重要的水域交通枢纽 大大方便了日本本州 四国和九州之间的交通往来 赖湖内海地区的风景非常壮观 拥有温和的气候和宜人的环境 以及众多美丽的海岛 其中包括 如明门海峡 池岛 小豆岛 乌岛等 这些岛屿 以其独特的自然环境 宁静的渔村和历史文化遗迹 吸引着各地的游客前来旅行 除了品质优良的海鲜以外 赖湖内海地区 还是日本艺术和文化的中心之一 这里时常有众多的艺术展览和文化活动 著名的赖湖内海艺术季 是赖湖内海地区的重要艺术盛市 每三年一届 吸引了全球各地的游客和艺术爱好者 前面两个应该是男木岛和女木岛 然后旁边这边是风岛 右手边的这边就是小豆岛 开过来需要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其实挺近的 然后小豆岛面积在 在戴湖内海的这种离岛当中 算是非常大的应该 越来越浪费 越来越海西区 越来越高速还要 越来越来越重 北边相产 越所区 而且越来越来越海 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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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到小豆岛了 刚刚坐的船就是眼前的这辆 然后因为小豆岛是以橄榄 比较有名的 种植橄榄比较有名的一个岛 所以一下船 港口边就有这样的一个 这应该是橄榄叶吧 这样的一个标志 从船上下来之后 旁边这边有一个 这样三角形屋顶的房子 这个就是观光中心 如果说一日的巴士乘车 却是在这里面买的 刚刚还以为是旁边的 这个看起来也像是巴士中心的地方 但它这里面其实是那种 租车的 或者是高速停的 然后呢公车站就在旁边这块 巴士的那个一日乘车圈 是在这个观光中心买的 今天买的是两日的 无限次乘车圈 是一千五百块钱 如果是买一天的话呢 是一千块 然后呢 所有的巴士可以 无限次乘坐的 车票的背后呢 有主要的这个巴士的路线图 今天等一下 要先去的是底下的这个 樱花村 真的是沿途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橄榄树 到橄榄公园了 基本上大家都下车了 这一站应该是非常有名的观光地 本来是有这个巴士可以到 樱花村的 但结果今天因为有那个马拉松比赛 所以车到这儿就不能往前开了 所以就 等于说是完全没有车可以前往那个樱花村了 现在被半路甩在草壁港的这个地方 如果刚地图看了一下 要走到樱花村的话走两个小时 实在是徒步去的老宋也是 没办法完成的任务 所以刚司机说 也可以在这边再等往回开的车 然后呢 开到刚刚的橄榄公园 然后从那边有一个船 可以到樱花村的 还得等半小时左右吧 日本的这些公车真的是靠不住 不租车的坏处的话 就是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挺浪费时间的 现在在坐车回到刚刚的橄榄公园 大半天都过去了 然后一个景点现在还没到 刚刚那个司机师傅介绍的 应该就是这个渡船 直接可以坐渡船10分钟 直接到樱花村 估计是在这里边买票吧 看一下今天有没有船 这边可以坐船过去 大概10分钟 但是呢就要多花钱了 而且挺贵的 一个人往返的话 那是要1700块的 本来坐公车就可以 cover掉这个钱了 但现在要多花1700块钱 真的是没办法 运气不好啊 也完全没看到这个什么 举办马拉松的消息 好像这个船就是前面这个小的码头 这地方 然后这船也是没有时间的 不定时的 应该是有船 然后有乘客他就发 然后还刚刚还给了个电话 就说你如果回程的时候 找不到船可以打电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船 已经快要到了 大概10分钟吧 其实还挺快的 这边就是到印化村了 然后这个地方 其实他刚刚的700块是属于叫入村料 也就是景点 景点门票吧 就是说你坐巴士过来 应该也是要付这个钱的 所以就等于说是多付了1000块钱的往返的船票 果然今天是马拉松 还是挺多人跑的 所以这个路被封起来了 然后巴士也走不了 24只眼睛 印化村 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这个影视基地 但是主要也就是因为这个电影 以前在这拍了 所以呢 成为一个比较有名的景点 就是这部电影 讲了一个老师和24名学生的故事 然后当年54年上映的那一年 是电影训报的排名第一的电影 旁边这边有喂鱼的鱼石 然后呢 一盆是100块钱 这个食物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 我估计 我觉得鱼应该是闻到味的吧 都已经聚集过来了 你看这鱼 哇 超级大 张着大嘴 就过来了 给它喂一点吧 这个小豆岛上的酱油也是比较有名的 酱油的产地啊 所以他们这边有这个酱油的冰淇淋 酱油的冰淇淋 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嗯 其实还挺好吃的 确实有点像那种焦糖的感觉 焦糖的口味 嗯 不是很咸 挺好吃的 岛上的话就是这种橄榄比较有名 所以有很多这种橄榄的拉面 然后这个是橄榄的巧克力 这边店里还有放当时电影的画面 二十四天 大师眼睛讲述的是二战时期 日本一座小岛上的故事 1928年 大师老师被派往小豆岛的一所小学任教 虽然一开始不习惯乡村的生活 但在与十二名新生相处的过程中 关系逐渐变得融洽 尽管也有一些来自孩子们的恶作剧 但情意也逐渐深厚 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 日本军国主义逐渐抬头 经济衰退加剧 一些孩子无法继续上学 婚后的大师老师 对军国主义教育感到厌倦 便选择了辞职 战争期间 学生中有一半的男孩牺牲 大师老师的丈夫 也在战场上去世 战后 中年的大师老师 重新回到小岛的小学任教 他的学生中 有很多是他曾经教过的学生的孩子 每当他念出学生们的名字时 内心充满了对往昔的回忆 和对现实的悲伤 非常矮的小课桌 修身类似于我们说的品德 是敬爱感谢端正礼让和亲协同 课中 课校 讲台上还有老师的这个 出席表 出席签名表 一共有12名学生 电影里面也是这12名学生 影片一方面展示的底层人民之间 争执而温暖的关系 另一方面 也对战争的悲剧 和军国主义的残酷性 进行了反思 1个人的阑 3个人还有宏 曹国主义的敬 Blade 宏呼 这1个人作彩画的海拥战争的 战争的敬响 2个人是她的 夜魂的赛道 スタッフ 3个人的敬响 7个人的敬响 四季 4个人的敬响 Hitomi no iyo no adoke na sa Hitono ko na la wa Dono ko ni wo Dono ko na sa 旁边这边还有一个电影的纪念馆 50年代日本的电影黄金期 这个是免费的 这里边还有学生的午餐定食 可以尝试一下 那个年代真的是有很多日本有名的导演 像这个黑泽民啊 罗生门 然后小金安二郎的这个东京物女 那个年代都特别有名 还有像刚刚看到的这个木下惠戒 这些沟口箭二都是特别有名的那个年代的日本的电影导演 基本上还有黑泽民的七五世 然后最初代的日本特赦电影 割死了 五四年的 点了一个这个刚看到的日本孩子学生的这个午餐套餐 还挺贵的呢 这个980块 然后一个面包一个牛奶 一个橘子一个咖喱饭 这个咖喱啊真的是就是非常稀的汤水 觉得小孩能吃饱吗 然后一个炸面包 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旁边这边有一个松竹座 然后呢 它一直在放映这部电影 可以直接在这边看的 又回到这边的岸边了 岛上真的遍地都是橄榄树 到处都是 橄榄公园的话要往山坡上爬一段时间 然后这边两边全部种的都是橄榄树 山坡上就是橄榄树的树园 然后这边的这建筑 感觉就是有点这种希腊的风景 当然橄榄公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这个魔女宅机变 所以很多人都会来这拍一张奇扫帚的照片的 然后这边其实还挺良心的 它这个扫帚是免费出借的 感觉跟这种丐帮聚会似的 大家一人拿个扫帚 还挺有意思的 这边就是大家傲造型拍照的地方了 一人拿个扫帚 感觉怎么围观的人很多 没有人跳呢 这一组人应该都拍完了 今天晚上订的酒店是这一家海卢 然后先去酒店把行李放下吧 然后休息一会儿再去看那个所谓的天使之路 走了半天发现酒店应该是眼前的那一家 然后它这个还得顺着坡上去 然后再绕过去 还挺远的路 应该就是眼前的这一家了 终于走到了 这酒店大厅还挺漂亮的 然后呢从大厅其实就直接可以看到 那边的天使之路 今天的房间呢是在一栋 今天的房间是108 也是这种钥匙开锁的 虽然是不大 但是感觉看起来挺干净的 这边是一个小的桌子 上面应该是柜子吧 旁边床已经铺好了 电视机挺小的 然后窗外就是海景 这边就是可以看到 天使之路了 空气还是很舒服的 空气还是很舒服的 那么多了 但是我现在没有消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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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顺着这条路去海峡看一下 路上也没什么人 还挺安静的 看着这个挺朴素的建筑 开始还以为是什么 结果仔细一看是 弹珠店 一般日本的这种弹珠店都搞得外观特别的五光十色的样子 特别华丽 但这家真的是挺朴素的 走过来之后看到远处的夕阳真的是特别漂亮 这边应该能看得比较清楚 世界最宅的海峡 叫土渊海峡 而且用中英寒日三语来标识的 这边有中文的解释 土庄小镇的前岛和小豆岛本岛之间的土渊海峡 是1997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定的世界最宅海峡 最宅处9.93米 地图上看的话就是这个地方 土庄岗所在的前岛和旁边的小豆岛本岛之间的这个海峡 找吃的的路上 看到这家人家 这种小院子真的是挺漂亮的 这个在东京很少会见到的 小岛上就是这样 然后白天游客一走 到晚上就特别的安静 当地人一般晚上也不太会出来的 所以整条街就显得非常的安静 但这个隧道是有灯的 所以感觉看起来挺明亮的 然后也不会觉得太害怕 刚那家店本来要去吃的 结果人家已经满了 没有预约不让进 只能是这家了 这边店挺少的 然后呢最后就点了一个这个 铁板海鲜的套餐 这个还挺贵的 单独的这个铁板海鲜呢 1300 然后加套餐的话呢 是1500块 但是好像说是最有人气的 旁边的超市一进来 全部都是 橄榄油味的 薯片 昨天有多 还今天有 就有多打脸 本来呢 想要今天去那个汉西霞的 然后我们也买了这个公车的一日乘车券 但我今天发现人家那个车只有在周六周日才运营 今天是没有的 今天是周一 还是决定租车了 4800块 不算邮费 果然开着开着在路上就碰到猴子了 有点暴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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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